大家好 我是李生 经常有朋友来咨询 询问说在体检当中发现的低密度脂蛋白升高的问题 这个指标升高会不会给身体带来一些潜在的危害呢 首先我们要明白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 它是动脉中外硬化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这个指标超过一定的数值 就会导致脂质成分沉积在血管动脉内膜下 并且在内膜和中层之间形成一个脂质斑块 这些斑块逐渐增大 最终可能导致血管狭窄 此外 血管斑块的形成也会导致全身各个脏器的缺血和缺氧 从而引发一系列的症状 比如说心肌缺血 头晕 头痛 食物不清 甚至下肢间歇性脖形等等这些表现 一旦这些斑块脱落 还有可能引发急性的心的 和急性脑梗这些急性的心脑血管疾病 这是非常危险的 对于低密度脂蛋白偏高的朋友 以下这四种食物应该尽量少吃 第一种就是含胆固醇高的食物 比如说动内脏 动脑肥肉等等 虽然这些食物口感不错 但是它们含有比较高的苦苦醇 应当尽量少吃 相比之下像鸡肉 鱼肉这种白色的肉 可以适量的多吃 特别是鱼肉 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 第二就是油炸食品 它当初含有大量的油脂 热量也是比较高的 经常吃也是不利于对血糖血脂的控制 而且这种经过高温油炸的食物 很多营养成分都已经流失了 并且还容易产生一种叫做 丙吸减氨的致癌物质 应当尽量减少这种食物的摄入 第三类就是含反噬脂肪酸的食物 这种一般是人造食物 比如说薯条 薯片 奶油蛋糕等等 这些食物当中反噬脂肪酸热量和糖分 都是比较高的 还是要尽量少吃 第四类就是酒 饮酒会刺激到血管 对于有动脉硬化的人群 长期饮酒可能会诱发血栓的形成 所以低密度脂蛋白高的人 应当尽量少喝酒 在一场生活当中 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对于降低 低密度脂蛋白水平是非常重要的 均衡饮食 适量运动 保持良好的心态 都是关键的因素 同时定期监测血脂水平 及时就医 咨询相关的专业医生的建议 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了 我们今天的健康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